一大早就有民众来到饭店 不是为了入宿check in 而是来捐赠爱心礼物 大园地区连锁饭店业者 在岁末年终圣诞节前夕 举办笔住未来送幸福 暖心圣诞爱公益活动 邀请民众跟饭店员工 送一份爱的圣诞礼物 给育幼院童 让他们在圣诞节能收获 是会温暖 度过一个难忘温馨的节气 我们跟这个育幼院的合作 事实上已经很多年了 今年是第八年 那因为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育幼院的小朋友 他们要收到礼物的机会 其实很少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今年原本我们是针对 我们馆内的工作人员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花一点小钱送礼物给他们 让他们有猜礼物的惊喜 那后来大家就 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客人也知道了 所以有些客人也很热心的响应 饭店业者每年圣诞节或除夕 都会跟着善心人士一起招待 邻近育幼院的小朋友 小友大餐 今年也迈入了第八年 饭店员工表示 募捐公益礼物活动 是公司发起的 他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每次都有参加 活动的话 是由公司内部的公关部门宣传的 那曾经也是孩子 所以也曾经上网过圣诞老人 可以提供一些礼物 所以当得知育幼幼院的小孩子 需要帮助的状况下的话 就提供一点小爱 让他们可以快乐成长 饭店业者表示 这次募捐的公益圣诞礼物 预计要募集50份200到300元的 全新礼物 可以将礼物轻送柜台 或是邮寄到饭店 建议以小朋友有需要的文具 餐具等制用品为主 我们这次募集的礼物呢 主要是以文具用品 还有书籍为主 那这个部分呢 价值大约就是在200到300元之间 那我们呢 希望你把它包装好 然后送到饭店的柜台 或者是你真的不方便 你也可以寄到饭店 迎接温馨圣诞节 饭店除了发起爱心活动 也将大厅到餐厅的川堂区 布置成超好拍的小小圣诞城 民众只要跟圣诞造景拍照打卡 并且追踪粉丝专页 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 希望借此跟大家一起 度过愉快的圣诞佳节 记得来我一头人报道